一汁水 汇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曼尼芬内衣 史上新生活 如果你正站在十字路口 身边的汽车呼啸而过 但你却只能看到五分钟前的路况 你怎么才能安全地通过马路 今天 有九层企业就像这样 使用过时的信息做决策 但在未来 只有那些洞察敏锐 分析准确 决策迅速的企业才能成为市场中的胜利者 我正为此而努力 我来自IBM 让我们共检智慧的地球 听着起吹毛求疵 受得了反部检验 还得具备压倒性口碑 符合以上三大要素 才能在这个时段再次亮相 凤凰精选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文台 还有 你瞧瞧这个好高贵了 何英钦 何英钦签字的是吧 对 这个是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这是何英钦发的请接 他是请谁呢 他请一个叫约翰加德勒的一个少校 这个少校是新诺军的一个联络参谋 然后请这个少校参加 这个少校后来就把这个请接带回了美国 他是美军的一个少校 但美国以后 在后面还生理这个 生理 哎呦 这是中英文的嘛 带回美国 这个人后来家乡当了九年的市长 最后因为我见了个元化美军博物馆 他的儿子专程送一批文物 把这件文物交给我 当时我看到以后 哎呀 特别震撼 马上国家文物局打电话 国家文物局的专家来一鉴定 这是国家一级 国宝 国宝啊 国宝 国家一级 一级 当时能够出去这个仪式人不多 能够留下这个勤俭人更少 你知道吗 就是关于这个投降仪式 就是我这边也有采访过一个故事 就是我采访过一个老兵 叫赵振英 他当时是这个负责这个警卫的一个营长 然后他先就住在北京 就最有意思的是 我采访他的时候 这个老先生 就是后来他们家里人都不知道 他参加过这个仪式 因为他后来当然那批人不马上就参加 到东北去打内战了 然后都变成都变成俘虏 然后所以他后来呢 因为可以理解的他的那种经历 所以他只字不提 他在国民党的这段经历 后来呢 他是家里人怎么知道 他有一次看电视 就讲这个受香仪式 他看那个照片 然后他就很偶然 他说我也在那 他儿子就觉得他胡说 说怎么可能呢 然后呢 但是还有一种敏感 就给他们家里一个亲戚打电话 说哎呦 这老爷子说 他当时在现场 家里人呢 有一种 有一个还比较 比较有这种警觉性 他马上就过来跟他核实 老先生就一无一时的讲 说当年他是警队营长 然后现在这个老先生 很多我看那个纪录片 都开始要拍他 这个 我说特别好玩的是 他也到现场了 这个这个家里的少校 还捐给我 他的儿子捐给我一个 一个日记本 这个日记本 这个少校拿到日记本来 他这个仪式 他认为是事件级别的一个 一个事件性的一个仪式吧 他就找了当时的 廖耀祥 那些将军啊 何盈青 跟他上面签证 就居然他那个少校 你那个赵少校啊 他是少校 这个美军也是少校 居然那个赵少校 就在我那个 他本身在我那 那个少校的本身 也签了名字 而且跟他流露了 他的通姻地址 当时没有电话 什么电传啊 Email都没有 就是什么呢 留的是 比如说什么 什么川 什么什么 什么像 什么什么的 留的 留的地址 在我这 跟你个说 你对上了 这个连上了 而且我从他这看资料啊 当年就说是这个中国军人啊 也是战胜者之一吗 到这个日本领土 而且当时一度曾经是中国要派取1.5万人的一个军队 先遣队说坐着轰炸机去 轰炸机啊 就是只是没有装载炸弹 这个机关炮都还在这就表示我们是携带武器 踏上日本的本土 但是呢 最后折腾了半天 好像咱们中国这1万5千人 后来又忙于打内战了 就就又不去日本了 就本来我们要武装驻军 日本 对 他们就是那个 当时把把几把几个是抽掉这个军人 就是有小学的三年级的水平的一军人 个子比较高的 像我这样的比较帅的啊 然后呢去呢 叫模范医师 然后就准备去占领日本 然后这是盟军的任务 然后蒋介石跟盟军谈 就说你的给我钱了 我没钱了 你的个军事都谈好了 然后就谁去了呢 这位这位上校 这位上校 廖纪威上校 这是他老年的照片 廖纪威 对 他的上校 他他你看 这有个铁针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 你看这是什么呢 他刻意东京的一个印章 他是上校 他带了个先前组 替干什么呢 他说真正的中国军员 真正的抗住机枪卡冰枪 在日本药物扬归 他跟我说的 他说 坐黄包车 老子那个日本那个 托黄包车可以踹他 进翻国吃饭 想买单就买单 不买单就惨 还有一点忘记走 还还还还还 还有一些事不好说了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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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这个章给我了 国家文具人说 我们真正的战立日本 没有任何文物了 这是唯一的意见 他的东京科的章 这是一段特殊历史 特殊东京 这是纪念中国派驻日本的军员 他来日本买 就是他当时的职务师上校 而且这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是个中国的 一个日本的 一个战术的一个研究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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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 所以派他去 我就看他的这件文 当时日本投降 全国一片仇云惨雾 在街上 你说战败者 男人见到美国军人也好 中国军人也好 都不敢正眼看 女人就是匆匆 小步走鞠躬 就这么走 然后你说这可惜 他不懂书话 他为什么弄了个这个 你像日本那个时候 那是卖穷的 他到一个日本人的家里 日本收藏很多中国书话 他请人去看 都是都是真品 中国真品 但是当时他也不太懂 就没买 所以后来他就做了一个 他就在日本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对 当时反映这个日本这气氛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好 这叫机关炮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